各位好 欢迎来到每周一到周五晚22点陕西卫视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我是主持人朱倩倩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郭徐东 那么我们的思路万里行团队可以说是继续了他们的旅途 那么他们在今天已经从新疆的哈密出发 到达了新疆的下一站图鲁番 而一说到图鲁番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 图鲁番盆地 没错 这里也的确是我们中国地势最低温度最高的一个城市 其实我们从图鲁番这座城市不但能够获得很多的知识点 那么由于图鲁番它本身特殊的这种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也是造就了一批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景点 那么在这两天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思路万里行团队也会带您去一一探访这些景点 接下来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动画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团队 这两天他们的行动轨迹 当然还有非常震撼人心的 有关高昌故城和交合故城的航拍画面 感谢观看 古城和交合故城坑亚是非常得设人心迫的 同时我们也了解到 这个交合固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 最古老也是保存最完好的 生土建筑城市 同时也是我国保存了 2000多年来的这种 最完整的都市遗迹 的确是两个很值得一看的地方 那么这两座固城 在今年6月份 也是正式被纳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而说到另外一座固城 这个高昌 可能电视机前的五侠迷朋友会知道了 因为金庸先生的一部小说 这个白马孝西风的故事 其实上就是围绕着一张 高昌地图展开的 那么我们的思路万里行团队 到了一个这样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将会给我们奉上一段 什么样的旅途呢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在我们的思路万里行的团队当中 冒险王抗侃 也是被大家贴上了 爱冒险敢挑战的标签 那么大家对于他所呈现的这个短片呢 也是充满了期待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在一处大家看起来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旅游景点的地方 慷慨又能在其中 创造出怎样的冒险的体验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思路团队呢 是已经来到了新疆 在这样一处景色壮丽的地方 又能够激发出 慷慨怎样的冒险的灵感呢 接下来我们就让慷慨来和大家 一起来分享一下 他这两天的旅途见闻和他的感受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呢 不用介绍 你已经知道我来到什么地方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驱车400多公里 已经来到了吐鲁番 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正宗的这个吐鲁番 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这种音乐 听完之后真的感觉到 马上就觉得很接地气了 那么我手上拿的是吐鲁番 他们来迎接我的这个烤肉 我总觉得有两个字来形容吐鲁番 第一个就是热 第二个还是热 为什么呢 热情和热烈 这个温度真的是很热烈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还专门去了一趟火焰山 这个火焰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看到它那里这个地表温度呢 是68度 非常热 甚至我拿一个鸡蛋放到这个沙窝里面 经历了40分钟之后 熟了 再一个就是热情 你刚才就看到有多热情了 有这样热情的这种音乐来迎接我们 那在明天呢 我们还会继续再出发 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车队整个来到这里 一切都非常顺利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路上经历了大概八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明天呢 我们还会继续来开始采访 好 主持人 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非常的感谢康凯 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在日后我们这个思路团队的行程当中 康凯还能够为大家呈现出 更多的具有抗氏特色的这种冒险的玩法 也让大家的这个旅途亮点不断 当然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没错 其实上我们今天到了这个吐鲁番 刚才康凯也说了 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火焰山 其实上这个吐鲁番的火焰山 咱们观众朋友知道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是通过西游记 这部小说中了解到的 因为这个传说 就是当年孙悟空 在这个天上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调到新疆之后 变成了这座火焰山 那么今天我们的冒险王康凯 也将会前往这个火焰山 他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看看 大家看我武装到牙齿的行头呢 就能猜到我到哪了 背后写着呢 火焰山 真的就像着火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现在正式启动了烧烤模式 我到这最大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第一个字呢 是高 温度高 第二个字是低 海拔低 正因为这一高一低 才造就了这火焰山 特殊的地理风貌 以及气温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采访就从这开始 来感受一下 高温 这个都是生的鸡蛋吗 从放进去 到熟了 要多长时间呢 那个最温度高嘛 嗯 四十分钟高熟了 现在拿一个试一下 可以放进来吗 可以 就这样放进来就可以 然后又把这个盖再盖上 好 我们现在等一下 后面这个大的温度器是测的什么 测的我们这 就是当地的地表温度 火焰山的地表温度 对火焰山 现在的地表温度 现在显示有多少度呢 现在显示的六十六度了 六十六度在你们 你们这算高温吗 也基本上接近中部了 因为我们这 只是在中游啊 对最高的温度达到82.3度 这是我们温度计记载的最高的温度 82.3度是什么概念 就是热浪呀 啄人 感觉很热很热的 如果要是走在地面上 走在地面上 像打个比方吧 说个那长期 过去像胶底子鞋 走时间长 它都要化了 鞋底都能化 对鞋底都要化了 哇 温度太高 但是你们每天都会在这工作 对 太辛苦了 我觉得我在这采访 有两个感受 第一个是话筒特别烫 因为是黑颜色的 第二 我再不停地擦饭 现在到四十分钟以后了 想看一看 我的鸡蛋究竟怎么样 你好你好你好 现在它能熟吗 是不是熟了 熟了 熟了 已经熟了 好 烫熟 放到这个里面是吧 就这么吃吗 可以 有没有什么调料 要尝一下 这个现在拿不到手里面 所以他们专门给我一个盘子 凉吹 这个要蘸进去了 这声音是我配的 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效果 第一次吃这种这么天然的 就在 就像我们 在家里面 把它放到水里面 煮了这个五六分钟以后 那种状态 尝一下 具有 浓郁新疆特色的 而且是火焰山特色的 沙窩烤鸡蛋 完全吃过 嗯 我还没有吃过这个 鸡蛋会蘸着 自然会燃 感觉挺不错的 回去我可以继续尝试 通过刚才 看看给我们的呈现 确实能够感觉到 这个火焰山 是一个火烧火燎的地方 你想把这个鸡蛋 放到沙子里面 四十分钟就能够烤熟 那我也在想 这个人如果要是 站在这样温度的 一个沙子里面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同时呢 也替我们这个 四路万里行的 团员们是捏了一把汗 但是其实上午发现 今天这个冒险王的 这个职责有点不对啊 他给我们介绍了 一道这个四路上的美食 这不算冒险 火焰山鸡蛋 那么我们专门负责美食的 这个美女主播刘瑞 又去哪了呢 我听说他前两天 在我们的车队中 也是发现了一段小插曲 那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呢 我们的车队呢 从东黄出发 行驶了一百多公里之后呢 现在到达了这样的一个平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可以说是 满目荒移 了无人烟 只有我们四绸之路 万里行的车辆停留在这里 和我们的一些随行的队员 刚才呢 我还听说到 我们团队刚刚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是 我们团队当中的呢 有一名硬汉子啊 昨天晚上的时候 是鲜险 直冒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去采访一下 当事人跟着我一起走吧 刚才哥 听说你昨天怎么回事啊 怎么流鼻血 你不是讽刺我吗 昨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 因为我才从那个 昨天明沙山采访回来 我估计可能是那风沙大 再加上比较干 所以昨天我正在等着 等 我在开车 然后再等他们去一块 到下一个采访地点的时候 突然就觉得有股热流 然后流下来 止不住 还不是那种滴血 是喷血 然后马上 我第一个 呃 一感觉到流鼻血 第一件事先掏手机 先自拍了一下 原来是这样的一段小插曲 但是咱们的这个主持人 还是非常敬业的 你看冒险王抗慨 流鼻血 先不拿纸去擦 然后先拍 首先想到自拍一张 告诉电视机间的观众朋友 我们目前的一个状况 太拼了 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前方一定要注意身体 其实上我们每到一处呢 不光是有这样子的这个采访任务 还会与当地有一个 比较深入的互动 是 前两天呢 在我们的这个思路团队呢 在哈密的时候 也是进行了一场地面活动 那当时我也在想啊 这个去了哈密 那么哈密人会给我们的思路团队 带上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想呢 肯定是有这个哈密瓜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团队 当天在哈密进行的地面活动 四绸之路万里行媒体团 到达瓜果之乡新疆的第一站 哈密 在穆卡姆传承中心 举办了走进哈密活动 哈密地区行属副专员 为钟永致欢迎词 并为媒体团授旗 哈密是四绸之路上的重镇 进新疆的第一站 自古就是东西方文化 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 代表哈密地区行属 和哈密各族人民 向远道尔来的嘉宾 和专家学者们 表示热烈的欢迎 张千帝67代后裔张力军 为哈密学者赠送 四绸之路万里行 唯一指定用酒 动人的新疆乐曲 再次响起 哈密领导和歌舞演员 为媒体团切瓜送行 四绸之路万里行 走进哈密活动 在一片浓浓的果香与情意中 圆满结束 你看我果然没猜错 这个哈密人 果然有哈密瓜 是的 这个哈密人也是用他们 当地的最有特色的哈密瓜 来为我们的四绸团队来践行 也抑郁着让我们的四绸团队 能够在这一路上 收获甜美的回忆 没错 其实上 我们刚才通过这个短片 也可以看到 新疆的确有些人说 不到新疆 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我们通过这个短片 以及他们这几天的形成 都可以看到 这确实是一个 充满着地域特色 一个和文化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出 我们的媒体团中的 文化观察员 萧云如老师 让他用他的视角 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哈密这座城市 恰好哈密在古语中 就叫大门 这个大门 自古以来 就像被张谦 法宪玄奘他们打开了 被四绸之路打开了 现在又被新的四绸之路 高铁 高速公路打开了 被各族人民的交流打开了 这样一个哈密 我的感觉是 第一 他像阳光一样热烈 他像哈密瓜一样甜蜜 甜蜜的哈密 热烈的哈密 土哈油田在这儿 有实力的哈密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 这两天我们的四绸团队呢 是在这个吐鲁番来进行采风 那刚才呢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旭东就跟大家介绍了 吐鲁番呢 是我国这个地势最低 但是温度却是最高的一个地方 是由于他的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那么由于同时呢 也由于他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啊 他这个风的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 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个 那个吐鲁番这个地方呢 他的经常会有这个十几以上的大风 其实这是一种危害 但是呢 当地人会把这种 应该说是变害为保 充分的利用了风能 对 而且呢 加上这个地方的这个日照时间和温度都比较高呢 所以他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光资源 也就是这个太阳能资源 可以说是一块宝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让咱们先去一段广告 稍时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 到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的爱思路APP 有丰厚的礼品等待着大家 其实啊 咱们刚才讲到这个 今天我们的团队也到达了吐鲁番 那个有一个传奇性的这个景点 火焰山 毕竟我们的这个主播看海 也是给我们展示了火焰山的这个地道的地域美食 烤鸡蛋 而其实上说到这个火焰山啊 它最早出现在这个文字记载中 应该是在这个山海经中啊 当时把这座山叫做炎火之山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形象 对 这个火焰山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它是由这个红色的花岗岩 由于反射这个阳光啊 而非常的著名的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红山 其实我们在想红山 然后配合着它这个形象 也是非常的恰如其分的 可以说火焰山呢 是这个图鲁番最重要的 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了 而且加上这个 其实上咱们很多人知道 它都是从这个明代 这个吴承恩的那部西游记知道的 没错 而这个西游记出名了之后啊 反而当地人呢 在利用这个传说啊 在把这个火焰山重新改造了一下 比如说这块石头 我觉得有点像猪八戒 就叫它八戒石 是 所以刚才呢 我们现在从这个小片中 也可以看到啊 这个抗凯指的那个温度计 它都是模仿成了一个 这个风不风的 金箍棒的形状 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我在想这个西游记里面的 三戒芭蕾 来删灭火焰山的这个谷 然后下下来这个青春大雨的 这个条段 我们也是 这个青春大雨的 这下来这个 child initial 牛好像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